漂亮 这次不约位 直接面对门将 挑过门将打门 四比零 六十九分钟 苏部队这一次是防守住了对方的防守反击 打了一个快速的转换 这一次就是从中路拔起了直接过顶的传球 找到了中场的九号的林嘉宇 中国的姑娘们呢 此前在这个世少赛当中 宇宙世少赛当中呢 打过四五一和四四二两个阵型 这场比赛呢 有可能啊 也会是你之前这样的一个阵型 肥子的一个打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肥哥四三三 那么在这一次的比赛的第一个阶段啊 在今天这场比赛呢 我们会先打菲律宾 那么随后在三月十号呢 将对阵的就是中国香港 三月十二号都是打老挝 老挝呢 也是主持决赛当中 阿德公道主席 这次主席一转带呢 阿德小组啊 那小组当中呢 其实也是有一只公道主席 或者说呢 是先选定了公道主席 再来进行抽签 而球队呢 在这个小组当中 阿德公部队从过往的实力上来看啊 其实 这个呢 能力上的优势开始了 看一下前场的配合 来到这区当中 小组就直接打门 球进了 开场的第九分钟 四队团成了进球 1比0 来自于17号的郭月鑫 能躲落 一场打关之后 唐师傅来到这区当中 小组的竞速来看我们 中队在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情况之下 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再来看一下 这一次卖战组的回报啊 小角度 左角的大门 打了一个圆角 角度比较凋葛 而且这一次 这场剪接的非常快速 人间是打穿了对方向后方向 和黑石工主动 把他的招车组织 让他们的声音 但是我一同一小熊 即使 symbole 海主赛的模型 而且 包围的一辆 你能躲下来看了 历史的故事 他们的演技器就是现在为变得非常之大 飞机制定这边的左八的十一人啊 刚才没有来不及给大家介绍啊 在文章位置上 11号的凯亚洛塔 这之外呢 还有4号的雷 布鲁蒂诺 6号的萨迪拉莫斯 8号的塞浦尔纳 9号的查西营 14号的阿里安纳 17号的伊莎北拉 布鲁蒂诺 又打到人前了 18号的阿里安纳 纳尔瓦多 19号的伊莎北拉 法西方 20号的乔纳林如斑 以及21号的 仙在尔华 从现场的 转播的声音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 在厂当的 女主的姑娘们 也是在互相进行 里面这边 试图在前场 进行一些逼切 军部队这边 趁对方 火防空虚 直接杀到地区当中 门桥两个点在包抄 结果给了一个 跟进再打门 这球有了 就是抓住了 菲律宾队 后防线上 自己解围的失误 我把球踢远 军部队 打进了一地 非常非常关键的进球 这球员应该是 被他上的10号的 菲律宇尔 这样的话 比赛进行的还不到25分钟 目前公布队 就能够了两球的 比赛的优势 但是我比较 必死了 但是这要夺鱼啊 因为这个队员没有放 菲律宇尔这一下 不管说看到这个球 还是在主动的 这功能啊 也是制造的 这一例的进球 执赛球 打穿了 这个球是单刀球 门将没有出 来到 再传 面对空门 大门 球进了 这一次 部队 又是 空后场 忽然节奏上的变化 直接向前的直赛球 而且在门前 这个球完全没有 勘工 面对着门将的出击 选择了 红团 挑给了 17号的 霍月鑫 霍月鑫完成了 没开始 第二度 在第九分钟之后 进球又在三十六分钟 进了农队的第三个一进球 这是左右两个边的配合啊 来自于11号欧阳玉环的传球 霍月鑫在门前 一停 最后完成了扯门 这样的话 农队取得了 三比零的优势 上场结束之前 就这个三个球 这场比赛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农队确实在 面对着这种 进攻能力不强的对手的时候呢 这种进入场的控制力 包括 向前的一脚出球的这种传球的 对队友的感知 还是 这位组织一下 然后右落 好速度 铲着一下没铲下来 下地之后的传中 前点 球球 这下解割来 之后 农队对选择直接外围 来了一脚远兽的 球的球并并不坏 现在我们曾听到啊 在场边的 在场边的 在现场 不微的 中国的球迷的 呼喊声当中 在喊着中国队 四比零 希望中国队能够在 上面场 三个球的基础之上 再接再利 继续进球 现在中国队确实在场面上啊 已经完全处于一个压制的状态 但是上面场其实中国队踢的并不是非常的激进 相对来说呢 某种程度上我们感觉中国队甚至有点保守 经常会在后场啊 就是一个地球 边路的直赛球 抹进来了 三脚的位置上 直接可能打门了 这球带的稍微离远一点啊 不然的话 如果传球的话 可能射门的角度和机会都会更好 有没有出边线 飞里边女足呢 确实被压制的 感觉在体能上啊 可能达到70分钟之后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期 像这样的一个基础动作 就可能平常没挺好 都是体能上有问题 包括其实刚才 咱们的左边后卫夏乐娇 一连串这个花绿胡哨的盘带 极平极转之后 都是团中踢丝的直接踢出直线 都是有点 体能上的 这一件 球整个稍微大了一点啊 正面的拦截 没有任何问题 漂亮 这次不约位 直接面对门将 少过门将打门 四比零 69分钟 中部队这一次是防守住了对方的防守反击 打了一个快速的转换 这一次就是从中路发起的 时间过顶的传球 找到了 这登场的 19号的 独家鱼 与他登场之后啊 这个三阵某的废置上呢 基本上就是接 自己队友从后场给他的这种直彩球突然是过顶的 还是低滚球 直接去逐温方 自己里边就先进去 所以说 黑地冰队呢 把防线提起来之后呢 自己在护防线 或者说 在门前 也有不少的动荡 而我这小时候打的 其实 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部位吃的很准 而且呢 正好是 抓住了这个 门将出击节奏上 没有办法快速反应的这个时间 很漂亮 连续的扣球过人 经常的扣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样子传球两个人稍微有点强 弯向大范围的转移 下了焦这个点 启动 启动这两步啊 可以感觉出来 现在 已经是有点累了 另外一个呢 球速现在传得也比较快 这球向前 漂亮 这条球 找到了这个 中位和边后位之间的空档 带过来了 他最后只要打门 是打到了 菲律宾球员的身上 队队现在在后场啊 加快了自己轮转的节奏 边线球 最后是踢到了 踢到了下的腰的身上 我对拿回球转 后面来发 还在弹 比赢到了最后啊 菲律宾这边 这个拼劲保持到现在 还是可圈可点的 而中国的姑娘们啊 在前场 尤其是 在对方处理球 衔接的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 也会主动的第一时间去进行上去 这个其实也是 在打自己 实力比自己弱的对手的时候啊 一定要采取的主要 不是让对方呢 没有翻盘的可能 比赛就来到了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周 让比赛上半场三个球 下半场三个球 非常的平均啊 这球在下半场呢 跟我们来说 比较密集 这比分现在6比0 中部队 能够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 拿去比赛 50的时间在下半场呢 也是两分钟 上半场也是两分钟 为整场比赛进行的 还是比较流畅的 除了换人的时间 实际上两支球队都没怎么耽误时间 当然 可能耽误的比较多的是中国队 因为进球有点多啊 听着的时间可能会有点大 但这不是说中国队故意拖延时间 主要是次数太多 考量一次 是越来越远的 上标 有得不过 打到球队当中 想外打 编中的结合啊 把场地的宽度完全利用出来 在进去当中也不着急起脚 如果对哪怕说在进出古顶不起脚 现在也不在编路 直接选择都射了 在进出古顶不起脚的宽度上 在进出古顶不起脚的宽度上 是最后那刀不破的宽度上